请回到这个Power BI 我刚刚这边 你再稍微等一等 一定会跑完就对了 一定会跑完 他这个转圈圈意思就是 现在在转 好吧 他现在不让我去转完 好 那重点是你下载完 那个CSV档 然后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用Power BI去打开 请打开 在这边取得资料 请问我刚刚给各位的资料 是不是一个资料夹 你解压缩之后 他是不是放在那个进口资料夹里面 对不对 好 所以我现在取得资料 好 一 请点常用 取得资料 这边我就要去找资料夹 资料夹 可是资料夹没有在预设这里面 所以第三个动作请点其他 可以吗 我接下来所有的操作都会告诉你 一做什么 二做什么 三做什么 好 第三件事 第三个动作是点这个其他 然后点了其他之后 你要点的是档案 档案的资料夹 不是全部的资料夹 这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我只是告诉你 他放在档案的资料夹底下 全部一定通都有 好 请点 第四 请点档案 第五 请点资料夹 就是你的资料来源 是放在一个资料夹里面 透过 等一下透过浏览 你去指定这个资料夹就好了 好 我们的上课以进口为主 你有看到吗 这个连接 第六个动作请点连接 可以 我不要求你快 你只要我讲一二三 你就照着去做 那接下来第七个动作请点浏览 请点浏览 去找 找什么 找 刚刚你是不是在下载那边挤压缩 产生一个资料夹 我们的课程是以进口资料为主 好 所以麻烦请你就点这个本机 下载 镜头 可以吗 好 第八个动作请你找到那个路径 找到资料夹的路径 然后请点确定 然后再点确定 可以吗 你有没有发现他都是那个按钮都变成黄色 在引导 好 那 请你们注意一件事 你未来会不会有可能会放2022年3月的资料 放到那个资料夹里面 会吗 这样听得懂 你会不会等到可能5月的时候 你又可以去取得2022年4月的进口资料 你就把它做成一个CSV档 可以吗 放到那个资料夹里面就好了 这样了解 所以 所以你是不是希望这这么多个档案 合并起来 对吧 合并 那以前你的做法很简单 就是分别打开这些档案 然后全选 然后复制贴到 以资料里面 对不对 好 现在不用了 现在你只要选合并 并展入 听得懂吗 这边为什么会有一个合并 合并就是在做这件事 反正我以后 所有新的 可能第二个CSV档 第三个CSV档 只要在这资料档里面的资料 资料档案 全部把它合并起来 可以理解吗 好 请点 合并并展入 就算这样 让他跑 然后 请注意一件事 他在合并前 他要请你先看一下 他的档案原点 档案原点就是编码 各位知道编码是什么意思吗 决定来说好了 美国人他们讲的国家的语言 假设是美语 我们讲的是中文 对不对 就是以语言来说 各国有各国的一个语言 那电脑的字型 这个资料里面 这个牵测到他的字型 他的编码也是不一样的 光是繁体中文就有分 来自网页的 他是用UTF-8 那如果来自本机电脑的 他所使用的是繁体中文 BIG5 好 不过 你就只有 如果说你的资料就只有中文 所以你就只有这两种选择 也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看到乱码 你就把它换成 像现在是BIG5 你就把它换成UTF-8 可是如果你没有看到乱码 那你就直接点确定就好了 代表用这个编码 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吗 这是最后最后一件 很需要你注意的事情 好 然后点选确定 因为它不是乱码 所以你就直接点确定就好了 如果是乱码怎么办 就换成另外一种编码模式 就换成另外一种编码模式